在这次节目里向大家估颂《中秋诗话》,王伟民写稿,农历8月15日在秋季的正中,故称中秋,这时的月亮在一年中显得最亮,所以中秋是赏月的佳节。 人们在赏月的同时,往往会产生许多遐想,触发各种不同的感情,于是写出了许多和中秋有关的诗歌。 《皎洁的圆月》,首先是光明的象征。 宋代诗人李璞的《中秋》,就是歌颂中秋月亮光明的一首诗。 全诗是 好破当空,宝镜声,云间鲜赖,寄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半云渠,千里鸣。 脚兔空从弦外落,腰麻羞向眼前生。 冰茶拟约同携手,更带银河彻底清。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可能是李璞在某年中秋节赏月时所作。 诗的第一二句是 好破当空,宝镜声,云间鲜赖,寄无声。 好,白的意思,破就是指依附于人形体的灵气。 宝镜是世上稀有的制作异常精美的铜镜。 两句意思说,天空中好像出现了好破,又好像生起了一面宝镜。 白云缭绕的仙境中,寂静无声。 这两句描绕中秋夜景。 好破和宝镜都比喻中秋的圆月。 好破形容其白而皎洁,宝镜形容其圆而成名。 两个玉体一起放在开头,就已经表露了作者对明月的热爱和崇敬。 赖是自然界能发出声响的洞孔和缝隙的总称。 仙赖既无声,形容月光照耀下的夜空,显得十分宁静。 这也表露了作者对于宁静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这里,上句写所见,下句写所闻,写出了中秋夜景的特色,是多么光明而又宁静。 诗的第三四句是,平分秋色,一轮满,长半云渠,切里明。 意思说,中秋夜的一轮满月,永远相伴着云间大道,照亮千里之地。 这两句,歌颂月亮永远圆满,普照大地。 平分秋色,就是指中秋时节。 因为农历八月十五,在秋季的正中,所以这么说。 一轮满,就是指一轮满月。 渠,是四通八达的路。 云渠,指云海中月亮晶行的轨道。 长半云渠,是从时间的角度,歌颂月亮的长圆。 千里明,是从空间的角度,歌颂月亮的明亮。 诗的第五六句是, 意思说, 意思说,月宫中的玉兔,突然从月弦这边落下去,使月亮渐渐亏缺。 但不久,月又圆了,月亮总是圆而光明的,那吞噬月亮的妖麻也休想出现在眼前。 这两句,歌颂月亮不会受外物影响而有所亏损。 狡兔,指月宫中的白兔。 古代神话传说,月宫中有白兔倒药,后人又以玉兔指代月亮。 因此,月亮渐渐亏缺时,人们便想象大概是玉兔渐渐从月弦这边落下去的缘故。 这里称玉兔为狗兔,可见作者对玉兔落下的行为是极不满意的。 麻就是癞蛤蟆,也是传说中月宫里的动物。 相传着癞蛤蟆能吞噬月亮。 因此月亮渐渐亏缺时,人们便想象大概是癞蛤蟆渐渐吞噬的缘故。 这里称着癞蛤蟆为妖麻,可见作者对蛤蟆吞噬月亮的行为是极其憎恨的。 在作者看来,不管狗兔也好,妖麻也好,都无损于月亮的光明。 月亮永远是圆而光明的。 这反映了作者坚信光明必胜的信念,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北宋大词人苏氏的《水调歌头词》中说, 月有阴晴缘缺,此事古难全。 南宋大词人《星气级》的满江红词中说, 坦时长八九,欲磨还缺。 他们都因为月亮的经常亏缺而感慨万分。 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离谱的这种精神还胜过他们一筹。 诗的第七八句是, 灵察你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亲。 意思说,如果有飘向月宫的木筏, 我便想约个朋友一同携手去游盘。 但需要等到天河里的水彻底澄清时才好气。 这两句表达了作者想游月宫的愿望。 灵察是传说中能通天河的木筏。 据博物质记载, 古时人们认为天河与海相通, 海边人们每年八月份看到天河中的木筏来到海边。 一次,一个青年人随着这一木筏出海而去, 木筏漂浮到一座城郭。 这位青年人看到许多女子在纺织, 又见一个男子在千牛饮水。 青年人便问千牛人, 这是什么地方? 千牛人告诉他, 到四川问捕挂人严君平就知道了。 后来这位青年果然到了四川问严君平。 严君平问了他见到千牛人的日期后说, 正是那天, 刻心干扰了千牛姓。 诗中引用了这一点故, 表达了作者想游月宫的愿望, 说明作者对明月有着高度的热爱。 诗中又说, 要等待银河彻底成亲, 这是寄托了希望改变乌卓政治的愿望, 也流露出了作者守身以待实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拳肩横行, 忠良遭害的北宋末年, 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这首诗似乎是一首永悟诗, 也就是永乐。 但在永悟中寄托了作者追求光明的美好理想, 表达了相信未来的坚定信念。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离谱的中秋诗。 浩破当空, 宝静声, 云间鲜赖, 寄无声, 平分秋色, 一轮满, 长半云渠, 千里凝, 角兔空从弦脉落, 腰麻羞向眼前生, 灵察拟约同携手, 更带银河彻底清。 角节的圆乐, 也象征着人们的团聚。 所以在中秋赏乐的同时, 人们往往会产生和亲人友人相聚在一起的愿望, 也就会引起对远方的亲人和友人的怀念。 唐代著名诗人王健的 《十五夜望月记渡廊中诗》就书写了这样的感情。 前诗是 中庭地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 诗桂花, 今夜月明, 人尽望, 不知秋四落谁家。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诗题中的郎中是官职名, 杜郎中就是姓杜的郎中官, 当时作者的好友。 诗的前两句是 中庭地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 诗桂花。 意思是说, 庭院中满地是皎洁的月光, 桂花树上栖息着乌鸦, 寒冷的露水, 静静地沾湿了桂花。 这两句描写了一个 特定环境中的中秋夜景。 地点是在庭院中, 时间是深夜, 已经树七鸭, 诗桂花了。 听觉所及是一片寂静, 视觉所及是 皎洁的月光和亭中的桂影, 秀觉所及是 湿润的桂香。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里, 自然十分容易引起 对远方友人的思念。 诗的后两句是 今夜月明, 人尽旺, 不知秋四落谁家。 意思说, 今夜月亮明亮, 人们都仰首赏月, 不知谁又满怀着 由明月而引起的秋四呢? 这两句写望月所感。 秋四, 原指秋天里的情绪, 这里指怀人的思绪。 作者由于自己满怀着秋四, 于是就联想到 满怀秋四的人一定很多, 便发出了 不知秋四落谁家的发问。 所以这实际是 写作者自己的秋四。 从诗题来看, 作者所思念的人, 当然就是有人杜郎中了。 这首诗的主旨是 书写中秋之夜, 作者怀人的情怀。 写作上, 作者十分重视 气氛的轰然。 比如, 诗的前三句, 就创造了一种 月圆人缺, 寂静思远的意境。 这意境本身 就隐含着离别之情。 诗的末句, 不直接说自己的秋四, 而用摄问的形式 发问别人的秋四, 实际, 这正是作者 自己满怀秋四的表白。 这样, 以问作解, 令人回味。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 王剑的十五页望月 即杜延中时, 中庭地白, 树七鸭, 冷露无声, 诗桂花。 今夜月明, 人尽旺, 不知秋四落水桨。 绞节的圆月 既然象征着 人们的团聚, 那么生活道路坎坷, 命运难以自控的人们望月, 就往往容易产生 时间流逝 和行止无常的开探。 宋代大文学家 苏氏的中秋月诗, 就书写了这样的感情。 前诗是 沐云收尽亦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常好, 明月明年何处堪。 苏氏四十四岁那年, 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而遭贬。 这首诗当作于 《诗案》发生之后。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诗的前两句是 沐云收尽亦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意思说, 中秋之夜,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皎洁的月光 好像使整个天空 满出了清冷的寒意。 天河静静地横卧着, 一轮满月 好像白玉盘子一样 慢慢移动着。 这两句 直接描写月亮, 上句 着重写月光的皎洁。 沐云收尽是明月的空间背景。 这背景把月光衬托得更为明亮, 溢满而漫出的样子。 清寒形容皎洁的月光 好像清冷而带有寒意。 写月光皎洁, 使整个天空明静如水, 而且竟让人产生 似乎漫出来的感觉, 形容的是十分充分的。 下句 着重写夜空的宁静。 银汗就是银河天河。 银河是静悄悄的, 明月在空中的移动 也是静悄悄的, 整个夜空没有一点声响。 这两句 渲染了一个十分清静安宁的环境, 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环境的喜爱, 反衬了作者对官场倾讶的厌倦。 诗的后两句是 此生此夜不常好, 明月明年何处堪。 意思说, 这一生像今晚这样好的情景 是不常有的, 明年我将在何处 欣赏这中秋的明月呢? 这两句 书写 坎坷漂泊的感慨, 感慨正着道路的 坎坷不平 和绅士的漂泊不定。 上句 着重铠叹 以往之多难, 下句 着重感伤未来之难料。 字面上写赏乐, 但其中的感慨十分深沉。 这首诗 写对乐伤怀, 抒发了 事事茫茫 难自料的感慨。 诗的前两句写景, 后两句抒情, 抒情是抒情的基础, 情感是由警务触发而生。 情和景配合得恰到好处。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 苏氏的中秋乐诗。 沐云收尽一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堪。 围绕着月亮, 有好多神话故事, 人们最熟悉的就是 嫦娥奔月。 嫦娥原是后裔的妻子, 后裔从西王武那里 得到了不死之药, 嫦娥偷吃之后, 便不自禁地飞向月宫。 在月宫里, 只有一只导药的白兔 陪伴着他, 十分寂寞。 这故事最早建于 淮南子揽明训, 后世就把嫦娥当作月神。 吴刚砍桂树, 也是人们所熟悉的 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 说吴刚原是天界的仙人, 因为学道时犯了过失, 被罚到月宫里 去砍伐一株 五百丈高的桂花树。 树干随砍随和, 始终无法砍断, 因此永远不得自由。 故事建于有阳杂祖。 这些神话传说, 在中秋诗中, 经常为诗人们所引用。 唐代著名诗人兼散文家 皮日修的 《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贵子诗》中, 就灵活地引用了 这些神话故事。 前诗是 玉珂珊珊下月轮, 殿前时得 鹿花心, 至今不会天中事, 应是嫦娥至于人。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天竺寺, 指夏天竺寺, 在现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畔的丛山中, 是东晋时期建造的。 传说天竺寺和近旁灵隐寺的殿堂左右, 曾经不止一次地从天上落下很多豆子般大小的园粒。 有人说这是月宫里面的贵子, 也就是这首诗的诗题中所说的贵子。 诗的第一二句是, 玉珂珊珊下月轮, 殿前时得鹿花心。 意思说, 贵子从圆圆的月亮中山山下落。 我从天竺寺佛殿前面拾到一些, 上面还带着新鲜的鹿水。 这两句是叙事。 玉珂就是美玉的颗粒, 这里比喻贵子。 说贵子为玉珂, 这是对贵子的美称, 使诗中所引用的神话故事更带有美丽的色彩。 珊珊是象生词, 这里形容贵子下落的声音。 月轮指车轮般圆的月亮, 这里指中秋的圆月。 这上句主要是叙述月宫里下落贵子的美丽传说。 鹿花心, 是说贵子上还带着新鲜的鹿水。 下句, 说作者亲自识到了带着新鲜鹿水的贵子。 这就证实了月宫里确有贵子下落到天竺寺。 这美丽的传说似乎成了客观存在的事实, 于是就引起了作者进一步的联想。 诗的第三四句是, 至今不会天中事, 应是嫦娥治于人。 意思说, 如今人们不懂得天上的事情了, 这贵子应是嫦娥治下来给世上的人们的。 这两句是想象贵子的来历。 嫦娥为什么要把月宫中的贵子治给人们呢? 言外之意, 大概是嫦娥耐不住月宫中的寂寞, 向往人世间的热闹欢乐。 这首诗以天竺寺的特殊传说为题材, 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现实的热爱。 作者的联想非常丰富。 殿前带露水的贵子, 很可能是桂花树上落下来的。 但因为天竺寺有着这种特殊传说, 所以作者便联想到这是月宫里落下来的。 又因为传说月宫里住着寂寞的嫦娥, 所以又联想到大概是嫦娥向往人间的热闹欢乐, 置下贵子来给人们。 诗歌语言通俗流畅, 优美而含蓄。 用这样的语言来描写美丽的神话传说, 显得十分协调。 现在让我们再听一遍皮日修的 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贵子这首诗。 玉科山山下月轮, 殿前时得鹿花心。 至今不会天中事, 应是嫦娥至宜人。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中秋诗话》, 由王伟民写稿, 钟瑞播讲。